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走出逆境》 我們《走出逆境》每一集都會和大家講一個熱門的話題 和推介一些旅行的景點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讚好我們的影片 今天的熱門話題就是 米埔自然保護區就公佈了最新的設施改善計劃 我們馬上來看看有甚麼新的設施 米埔入面的後海灣濕地位於香港西北面 被著名的拉姆薩爾公約列為了國際重要濕地 三十多年來 米埔自然保護區一直都是雀鳥天堂 坐擁六大濕地生態環境 包括基維 淡水池塘 潮間大泥灘 紅樹林 蘆葦蟲和魚塘 為不同的野生物種提供了棲息之所 管理米埔自然保護區的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 最近就公佈了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 當中就提到為了改善景觀和行人路 將會建兩座全新的棺鳥塔和木棧道 去代替原有的混凝土行人路 工程就將會在2022年4月開工 預計在10月中就會完成 兩座棺鳥塔預計大概有三層樓高 所用的木材就會由上防火的頭層 和在外層覆蓋防水的物料 其中一座將會專門用來做觀察和研究的用途 是禁止訪客進入的 而另外一座就預計開放給公眾和學校 去看水料和保護區的生態 至於起木棧道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就表示 現有的混凝土行人路由於缺乏維修 出現破裂和輕微的沉降 令到部分遊客難以通行 新的木棧道就將會在原始混凝土路徑上興建 連接多個教育區域去讓遊客廣泛使用 為了減少工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基金會就計劃將工程入面超過九成的廢料回收再用 和禁止工程廢水排向濕地和後海灣 在上述的措施之下 無論建造或營運 對空氣質素、噪音、生態、漁業、景觀等方面 都不會造成負面的影響 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疫情數據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